海南黄花梨、越南黄花梨底色的那些误区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认为 越南黄花梨的底色比较浅 一般是金黄或者橙黄的底色 今儿给大家准备了几件 越南黄花梨的游里老料 咱们对比看一下 你手里的游里到底是不是海黄 这三件都属于是越南北部的游里老料 底色都是偏这种褐色或者是棕褐色 就非常像海南黄花梨的底色 咱们一件件的看 先看中间这一件 这件是一块随形的原料 这是年初的时候 帮客户定制雕刻的时候 剩的一块鞭皮料 因为这块料子特别有代表性 可以看没有打磨的位置 它的底色是这种底色 所以说当时就抛光了一面 做了一个标本 这种料子就是越黄中 非常像海黄的一类 因为底色是偏这种棕褐的底色 非常像海黄的游里老料 而且很干净 基本上是看不到跳色的 整体一块大料是非常均匀的 而且棕眼也算是比较细腻的 大家可以看棕眼基本上看不到 丧东西是比较干净的 如果说硬要挑毛病的话 就是它的纹理相对来说是有点模糊的 但是也看不到越黄代表性的那种鸡翅纹理 或者齿状纹理 所以说迷惑性是特别强的一类 现在市面上这种料子都是上浇水来制作 一般消费者还是很难去区分的 而且这块料子这儿有一块水波纹理 这块水波纹理非常漂亮 很细腻 如果用这块的料子来做一个手把件 还真的可以以甲乱针 再看一下这件笔筒 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料子 越南黄花梨中油梨老料 纹理比较细腻的一类 而且也是这种棕色的底子 纹理的黑金也非常清晰 非常舒展 非常有海黄的效果 尤其是这个位置 很漂亮 但是咱们细节看 像这种位置还是有很清晰的月黄的特征的 它的底子就是标准的月黄底子 模糊 而且是那种小细纹很杂乱 如果在海黄上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最后咱们再看一下这把小胡 也是月黄中油梨代表性比较强的一类 整体颜色非常均匀 但是它棕眼是比较粗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棕眼比较粗比较脏 而且它有这种位置 类似于白皮加皮的挑色 其实它不是皮也是格 咱们仔细看这挑色的位置 它的棕眼毛孔是比较粗比较脏的 这个就是月黄一个特别大的特征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件海南黄花里 游离的一个小文香罐 这是一件海黄的游离老料的 给人第一眼感觉就是细腻非常舒服 大家可以看纹理是非常舒展细腻的 OK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沐浴沈香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